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格莱普尼尔》 故事的设定是女主每天都会钻进男主的身体 如此幸福的事情却让男主格外的抗拒 你不要过来啊 全程高冷 那观众看的是小脸野龙 我说了那么多肯定有人会吐槽 哎呀少年你又在说镜片呢你个老色P 今天讲的这部动画虽然搞了一点点颜色 但是有趣的是偏方为了过神 无奈删掉了一些镜头 贯彻了绿色健康小清新的理念 虽然少了观众想要的一些东西 但这部动画的观感体验能就很棒 废话不多说 狼王蛋你们看看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男主秀依是个高三学生 长相斯文还不白类 成绩优异体育超好 如此优秀的人自然少不了女孩子的喜欢 但是秀依却格外抗拒跟女孩子过多的接触 于是身边打闹的人都是一群男孩子 而最近他还拒绝了学校保存大学的唯一机会 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先是近视眼开始慢慢恢复 其次是秀依却变了灵敏 而最要命的是 还会变成一只玩具熊还是玩具狗 反正长相很可怕的怪物怪物 他不清楚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 也不敢告诉别人 但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该操控这个怪物 而且这个怪物会复理自己超越人类的体能 秀依天生性格就很慎重 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开心 反而担心会招了来麻烦 在一天夜晚受着焦的时候 通过烧香嗅觉 闻到了远处放入烧焦的情况 于是 秀依却立刻赶往现场 发现在活在现场深处 被困着一名昏迷的少女 北姓善良的秀依只要等警察肯定来不及了 于是只好化身为怪物 然后宠落活着场的深处 将少女给救了出来 在决定少女生命安全后 就会发现少女的外衣脱落 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但是他就突然紧张起来 怪物形态直接解除 变回了人类 害怕被人发现身份 所以秀依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但糟糕的是 因为他够匆忙 所以秀依的手机 拿在了现场 少女醒来 正好发现身边 秀依丢失了手机 于是秀依和少女养人的故事 就在散开 因为少女跟秀依是同一学校的 所以少女通过手机 很快就找到了秀依 而秀依也知道了少女的名字 叫做红爱 虽然昨晚昏迷 但却还是明明糊糊地感受到了 自己被一个怪物救了 红爱为了确定秀依的身份 在跟秀依约定好地点后 将手机放在了天台边缘 在秀依去捡的时候 一脚踹了下去 果然落下去的秀依 只能化身成怪物才能不死 这个秘密被红爱发现后 秀依又不敢杀人 于是只要被红爱当成了宠物 必须无条件听从红爱的安排 不然就曝光秀依 是怪物的身份 其实 红爱房子会着火 是刻意的 她很早就发现了怪物 但却却根本没有能相信她说的话 于是便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现在好不容易收服了一只怪物 她在好奇心 当她不想死了 要好好研究一下秀依 因为她的包里有一枚金色硬币 据说这枚硬币就和怪物变身有关 她想要调查清楚 但是秀依却问什么都不知道 红爱把秀依带回自己的家 也好不客气地就脱了衣服 在那当了秀依的面 换了身衣服后 便贴在秀依身前 结果在阳台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人 神秘人很轻松地就打倒了秀依 然后俘获了红爱 让她赶紧把那枚金色硬币交出来 原来 神秘人是个女孩 她和红爱素不相识 只是之前红爱拿出包里的金色硬币被她看到 女孩之前在一个收获机 用这个金币购物 后来发现 这面金币可以交换强大的力量 甚至最后还能变身成怪物 所以神秘女孩想要再得到一枚金币 许愿保持人生 不掉秀依在变身后 还是被女孩轻易打败 还有红爱身上的黄蓝喷雾 对女孩起到的效果 秀依趁机抓着红爱赶紧逃跑 两个人躲到了一个废弃工厂附近 红爱不理解为什么秀依不敢反击 许愿后才知道秀依根本不会打架 空有意识力量绝不懂发挥 现在神秘女孩还在疯狂追杀她们 显然不可能放弃金色硬币 躲得过珠依 躲不过食物 就在她们一周末章的时候 红爱发现了秀依背后的一条拉链 本以为解开会有特别的情况发生 谁知道里面竟然是空空如夜 看见秀依的造型 红爱突然想到 是不是自己可以进去 就能够操控这股力量 看着里面粘稠的环境 红爱也不感觉恶心 反而充满了期待 于是红爱就进入了 修一的身体有何而为一的 可是谁知道 战斗天赋比较强的红爱 却还是被女孩疯狂地殴打 在熟悉一火之后 红爱彻底掌控了这幅玩弱身体 于是女孩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被红爱压制打 最后制服 红爱并以为女孩 想要得到关于金币的事情 所以印度女孩也不愿意透露 谁知道红爱毫不客气的 直接杀死的女孩 因为控制全不在自己手上 却又没办法阻止 在这之后 两个人陷入了一段沉默期 修一认为红爱太过残酷 可其实修一一直都在担心 自己这是一种怪病 在沉默期过去之后 红爱主动邀请修一合作 也就是自己随时能够进入她的身体 让我一起解开金币和怪物的秘密 修一本想拒绝 但红爱却用极其温柔的语气说出 自己会永远陪着修一 即便解开这个秘密需要付出生命 她也会陪同修一一同赴死 只因为他们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的 这句话可能是一句没有保障的诺言 谁都可以说出来 于是红爱为了证明自己 在修一说出 现在就讲死的话后 立刻走到楼顶一约而下 被红爱的风光和真心感动的修一 救下了她 两个人也算是正式的展开了合作 我想要进入你的身体 而糟糕的是 之后的每一次合体 谁也搞不懂为什么红爱 都要脱光衣服 红爱之所以会对怪物如此而终 是因为自己的姐姐在半年前 也变成了怪物 并且残忍地杀死了父母 她把自己目睹的情况告诉了别人 但却根本没有人相信怪物的存在 现在她拿出了姐姐的衣服 希望通过修一能强大的嗅觉 可以找到自己的姐姐 但是修一却发现这件衣服上 还夹着着令人不适的味道 那是让人感到恐惧的杀意 光是用纹就能在意识上 产生形地的恐怖杀意 这个描述完全不夸张 因为红爱他们很快 就在这座城市的地铁 发现了姐姐 而修一只单纯地 闻到她的机位后就自动变身 显然在她的认知里 这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可是事实上却又和他们所想的完全不同 红爱认为姐姐是杀人魔头 所以计划中是等一下一个照面 就开枪杀人 修一身心善良 即便面对的是魔头 她也还是觉得 是不是该跟对方沟通一下 但在见到自己的亲姐姐时 红爱还是无法放下仇恨 流下眼泪狠心开枪 只不过姐姐竟然毫发无损 她的身体就仿佛幽灵一般 一转眼就想散来到修一身后 红爱和修一意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 在他们搜索无策之时 那可怕的魔头竟然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嘴上不断的说着 对不起 对不起 眼泪还直汪汪的落下 这和红爱所说的杀人魔头完全没有关联 红爱和修一都愣住了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 姐姐没有说话 修一红爱也不敢问什么 最终打破临近的 还是姐姐 她又是在不断的道歉 更是说出了修一最想知道的事情 原来 那修一变成玩偶怪物的人 正是姐姐 这句话让红爱修一完全愣住了 姐姐的前后反差 让红爱都有些陌生 她突然很想知道姐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气氛变得有些奇怪 可随着姐姐突然黑化 嘴里说着 好脏 那股红布杀意又一次出现 原来姐姐听到修一体内 有一个女生 她没有认出是红爱 便单纯认为修一是一个肮丧之人 只是一瞬间 修一的头就被摘了下来 可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姐姐是个病骄 她是个容易嫉妒的人 因为嫉妒 所以就采取了分头行动 可是她马上又觉得自己太激动了 可现在还有个人比她更激动 红爱以为修一就这样死去了 于是 拿起枪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朝着姐姐开墙 但是姐姐实力太强了 但姐姐无视子弹的伤害 幸好姐姐根本就没有想过杀红爱 这场战斗根本就是单方面屠杀 红爱很不甘心 她只问姐姐为什么要杀死父母 姐姐很愣心地说 父亲身去高位 却一直做出肮丧之事 而母亲却出轨 不值钱店 这样的父母只会伤害儿女 红爱曾经也说过想要杀死父母 姐姐自从发现玩偶内的人是红爱后 眼里竟然出现了一丝恋爱 在达到红爱后 她给了红爱一枚硬币 说是可以用这枚硬币 取一架废弃酒馆旁的自动收获机交易 在姐姐走后 红爱沉默了很久 所以往往的趴近身 将枪递在自己头上 她跟修一约定好 要一起死的 可突然头已经被分开的修一却开口说话 原来她并没有死 只看气氛不太对 没有马上说话 因为玩偶本来就没有生命 所以就不存在死亡 除非用火把整个玩偶都给烧光 那么修一应该才会死去 而那名硬币是可以到自动收获机那边 进行任何交易 这个收获机也被称为 欲望的许愿机 红爱选择将修一的身体恢复原状 而在贩卖机旁有一个篮子 她似乎和金币还有怪物有着重大联系 她看到修一的状态后 尽情修一没有解除变身状态 不然人类形态没了头 可是活不了的 恢复的办法也很简单 只要用金币在收获机买一瓶饮料喝下去就行 感情着金币成了地下城的复活币 姐姐当时没有透露太多信息 但是从她听到修一体内有女人后就愤怒 可以明确肯定姐姐是喜欢着修一 而这个神秘男人自称是外星人 是负责兑换金币的管理员 她现在的形态只暂时模拟成男人 但模拟的时间太久了 别人没有学到 男人本色就学得差不多 所以才看到从修一体内出来的红爱 男人的小脸难免易红 后期的做一些动作 结果却被红爱狠狠的揍了一顿 男人表示自己只是在欣赏一道美丽的风景 随后 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说的 他拿了红爱的一根头发后 竟然变成了红爱的模样 男人没有恶意 展现变身的能力 只是为了让红爱修一能够相信他 带有自己的计划 他需要人类的帮助 需要红爱修一的帮助 他告诉红爱修一 他收集金币是为了寻找伙伴 而这些金币就是他的伙伴 里面寄存着数据载体 也就是他伙伴的灵魂 本来他们是要回家的 可是路过地球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导致飞船暴飞不说 伙伴还飞散各地 为此他需要人类替他寻找伙伴 只需要找到一枚金币 就可以来这里换取一瓶饮料 这种饮料可以让喝下去的人 发生巨大的变化 成为内心中最以为渴望的样子 而饮料的成分是分子机械 就是用来改造肉体 如果有谁可以收集一把枚金币 那么便可以换取毁灭地球的能力 之前会有人来偷袭红爱 想要夺取他手上的金币 渴望另一样人类就会寻找金币 甚至会为了金币而发生厮杀 但是为什么修一会变成玩偶怪物 他还是一头雾水 他可以确定自己是第一次喝下这种饮料 但是红爱的姐姐却无说 是自己把修一变成玩偶的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可修一现在完全没有心情考虑这个 因为在学校 他总是会被一些手剑的人欺负 换言说就在学校内 他见到一些心性不好的人 善良的修一更加担心金币 会落入坏人手中 那么这个世界不就危险了吗 红爱虽然没有考虑这么多 但是最后两人都有了同样的目标 于是两人的合体作战又要继续了 根据线说 他们决定从非常坠落之地附近开始寻找 虽然金币散落在世界各处 但是在坠落的附近一定会有更多的金币可寻 不过这变相也增加了封建 因为其他训练金币的人肯定也这么想 和别人交战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红爱他相信自己和修一合体 一定可以打败对方 虽然红爱的姐姐一下就把修一的头扭下来 但是他们仍旧相信 不可能所有人都像姐姐那么强大 而且修一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能力 那就是强大的嗅觉 可以提前知道对手的位置 不过才刚走进森林外围 他们就直接给投了一个对手 红爱受到作战指令后也不紧张 毕竟在合体之前 他总是需要先脱衣服 在合体完成后 本来还很自信了他们 第一个对手就是拥有超锋力的手刀 因为已经断过一次头 所以修一一下子就害怕起来 红爱本来想劝说对方 一起寻找金币 毕竟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可谁知道这个怪物 竟然不是为了寻找金币 他在这里是专门来跟他打架的 并且还是赌上生死决斗 这个敌人明显不是修一能够打败的 他虽然拥有怪力 但是对方却有武器 武器 讲到这个东西 红爱先是控制了修一身体 和对方周旋了一下 眼看无法轻易杀死红爱他们 怪物就开始蓄力打招 决定秒杀他们 但是因为这个招式太磨叽的 摆姿势就摆了半天 虽然杀伤力巨大 但却没有对修一他们造成多少伤害 并且他们利用陈炎掩盖进行了解体 修一趁机抓住了怪物 而红爱则已经离开了修一身体 巨枪对着他 两人并不打算杀人 而怪物在解除形态后 也露出了纸面貌 他是高傲学生三部 这场战斗以三部论书 并且加入了红爱他们队伍 有了这个工具人 他们寻找金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可能是导演在最初设定 觉得拦住的玩偶很有趣 但后面想想 就靠这个憨批想要打赢别人 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三部的实力其实强得离谱 这这一瞬间就秒杀了一个在偷窥的怪物 而这个偷窥的怪物有个癖好 就是喜欢用手机去拍摄别人 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怪物的信息 红爱通过手机提供的信息 就知道怪物变成人类的模样 于是想要以此条件 来让这些怪物加入自己的团队 但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三部的拒绝 他愿意加入红爱他们 是因为打败了自己 而那些没有打败自己的人 他绝对不会合作 为此意见出现了分歧 最后三部还是和红爱他们分别了 但却承诺红爱他们有需要自己 就会来帮忙 而红爱通过手机找到了第一个人 池内 他可以变成望远镜怪物 并且还带有摄像功能 而池内其实早就有金币团队 他带了红爱来到基地 这里有人都是能力者 这个团队收集金币 虽然不是阻止我还能得到力量 但却也是在变相征求人类 因为他们想要用金币来和外星人谈判 他们是认为怪物 早就知晓人类为了金币可以应安到何种地步 所以如果能终止这场收集行动 那是最好的 不过想要合作就必须缔结契红爱 而这个队伍的队长竟然还认识红爱姐姐 现在红爱想要加入这个队伍可以 不过得先跟队长缔结契红爱 队长的能力是通过契红爱 党人无法撒谎 为了不让团队互相猜疑 只有契红爱才能遏制住人性的阴暗 谁敢泄命就会死 这些怪物其实都不愿意在现实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 即便能力超群的人在现实都是小心翼翼 所以小行家的团队 修衣还得先变回人类 让大伙都知道他的外貌 这个要求其实不过分 但是却对修衣有着很大的困扰 他是想整出世界 但是并不想给现实的自己带来麻烦 于是红爱主动离开了修衣的身体 露出自己的外貌 也是自己想要合作 而前景契约需要和队长沙香进行操作 在这之前 红爱很奇怪为什么这里有能力者 在变身后却还是人的模样 因为红爱不是能力者 但是在了解许多关于新兵的秘密后 他又发觉了有好多事情他不知道 在沙香前提契约的时候 红爱才知道原来沙香和姐姐是同学 但也沙香曾经有一段经济的恋情 那时候只有他的好友知道 但因为好友告发了几件事而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个男人承受不住舆论攻击而选择了自我了结 所以沙香特别讨厌撒谎了人 而在自己最失落的时候 都是姐姐在给他安慰 原来沙香并没有什么关于姐姐的重要消息 不过在地阶西约的时候 却告诉了红爱一些关于金币的秘密 为什么他团队的能力者还能保持人的形状 原来从外星人那边喝下饮料后 其实是可以选择变化的形态 也就是说可以在得到自己想要的能力前提下 还能变成自己想要的形态 但需要在喝下饮料的时候就有明确的主观意识 必须提前有着强烈的需求思想 而修一则是在无主观意识的情况喝下饮料 所以就会自动变成内心深处最为期盼的能力和形状 但修一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喝下饮料 修一变成这副模样的 那是不是说红爱姐姐因为喜欢修一 曾经有迷魂要把修一迷倒 然后打住打住 再猜下去好像视频就过不了审了 在地阶七位的过程中 修一躲在角落里目不骤身 而队员千寻就主动找到修一搭话 让人性格极其相似 于是说的话自然也多了起来 他得知修一的能力有强大的羞绝后 他请求修一能不能去森林 帮他找一下丢失的钱包 毕竟那面森林到处都是寻找金币的能力者 而钱包还有自己的照片 他担心会因此招了麻烦 可是千寻的体能却差得离谱 走没多久就切上去去 原来但是获得听懂兽语的超能力 但是身体就没有向修一发生变化 千寻请求修一让他像红爱一样 钻进体内行动 千寻的造型太犯规了 这萌萌的寿梁造型 修一根本无法拒绝 而千寻应该是看到红爱基本不穿衣服 所以也就脱掉了外衣 情装上支 而喜欢千寻的另一个队友 却通过自由望远镜能力 看到了全过程 算一包艳服 但却也让他落下了悔恨的眼泪 我的女神啊 而在森林深处 就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 千寻的钱包被红爱姐姐的伙伴 给捡到了 如果修一遇到红爱姐姐 后果坚持不敢想 上一次红爱在体内被发现 红爱姐姐就拥掉了修一的头 虽然通过金币重新复原 但是这一次体内可不是红爱 这即便用一百枚金币都不够复活啊 而修一通过强大的嗅觉 已经发现了钱包的位置 并且通过修一还预测到红爱姐姐的伙伴 那充满压迫性的危险气味 前面也说了 修一是老好人 即便危险 谁让千寻的造型这么犯规 他就算死 也要去拿到钱包 结果在和红爱姐姐的伙伴碰面后 对方轻易的就将修一给秒杀了 几乎是血肉模糊 但修一的能力至今都还是个迷 除了那怪力 还有那强大的修一之外 这种人怎么能做主角呢 果不起来 因为强大的执念 想要变强 假装害死千寻的愧疚 当修一第一次产生了形体的变化 他和千寻的意识产生高度融合 两年可以亏断双方的过往记忆 修一全新的形态竟然压制住了对手 在准备记忆致命一击时 红爱的姐姐却又突然出现 阻止了他们两人 修一现在还处于失控状态 看到红爱姐姐就想起之前 差点被他杀了 于是还打算开枪 可就被千寻给阻止了 因为千寻看到了修一的过去记忆 红爱的姐姐名叫青木江丽奈 她的过去跟修一就像恋人一般 可是修一却完全不记得这个人了 这是被埋藏的记忆的最深处 因为一时产生分歧 估把保持高度融合的状态 两人分开后 被粘锁的身体竟然还原了 江丽奈在离开的时候竟然流下了眼泪 原以为看到修一体内 有其他女人会愤怒的她 却显得如此悲伤 等红爱找到修一的时候 她却真的看到千寻躺在修一的体内 虽然已经从望远镜小同学身上 提前看到她们合体 但红爱的内心还是很不好受 但是她却没有表现出来 修一对红爱来说并不是恋人 但却是比恋人更重要的存在 是她的另一半 这件事她没有过多的追问 因为修一和监巡都失去了 合体状态后的记忆 所有人都回到基地后 红爱需要开始了解这个团体的能力 是否能帮助他们寻找禁闭 室内是用望远镜 还是自带设想功能 小勇是可以改变地形 和控制植物的能力 她们都变回人形表明自己人类的外貌 以示合作诚意 但是有一个女孩却到了现在 才表明身份 拥有隐身能力的响员 这个团体就是为了阻止人类 读取金币 去找外星人 玩具超能力 她们都在为了守护世界而努力着 说完 小勇表示自己认识修一 因为修一之前 一直在自己家附近的辅导班上课 那时候修一旁边 还有一个女孩一直陪着她 但修一却很奇怪 辅导班 自己是一个人去的呀 她的记忆中 根本就没有人跟她一起去过辅导班 像我同样觉得有些尴尬 虽然变身后的她 有些威梦 但性格上 还是一个腼腆的小男孩 于是赶紧解释 可能自己认错人了 或者记错了吧 现在到了展现修一和红爱 她们的能力 虽然之前的镜头 一定有了修一战斗的画面 但是队员都没有见过 所以修一就和红爱合体了 然后红爱操控着修一的身体 对着一棵大树 一道看笔记 关键的拳法展现出来后 也让人知道修一变身玩偶后 所赋予的怪力有多强 至于她跟千寻合体 进完后的形态 没有人看到 包括他们自己两人 都已经不记得了 可到底是不是真忘了 那可说不准 因为红爱很好奇之前 修一和千寻合体的过程 她想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千寻却表示自己忘了 红爱想要穿搭 自己和修一才是最合适的搭档 可所有千寻却狠心地告诉红爱 修一跟红爱 根本无法成为一个整体 两个人根本不是一类人 身为普通人的她 根本无法和修一真正的融合 这句话明显透露出了 千寻根本没有实意 只是不想揭开这件合体时 她看到修一的那些记忆 而红爱在离开后 就去找了修一 她想要得到修一的回答 到底谁才是她的最佳搭档 可是修一红着脸 没有给出态度 这让红爱难免有些伤心 她对修一的感情很模糊 这次甚至想说 现出身体也可以 毕竟在红爱人认知 自己和修一就是一体的 但是红爱不单纯是在意这件事 但是这个她感到修一和千寻在的地方时 现场简直一片混乱 她实在无法相信 在那种程度的破坏下 修一和千寻还能活下来 显然千寻在撒谎 而现在的千寻正在纠结 要不要打一个电话 其实她在修一的记忆中 看到了红爱的姐姐 青木 却完全认不出是青木 因为在那个记忆里 是一片黑的 可是即便如此 那个人的形状 名字 都在修一的记忆深处 存在着 千寻在记忆中 找到了青木的电话号码 打过去后 差点让脾气暴躁的青木 顺着电话线来杀死她 可是千寻说的话 却让她流下了眼泪 因为千寻说出了 在修一的记忆中 那个黑影一直都在 哪怕已经看不出模样了 可是却一直无法有人 可以顶替 说完 千寻还邀请她 一起加速去寻找金币 万一有人提前 先收集一百枚金币 那可就完蛋了 但是青木 却在收集金币并不在意 因为一百枚金币 其实并不然 她没有透露出 自己想要做什么 只要告诉千寻 自己和修一的目标 已经不同了 但是千寻却从青木口中 得知了修一的超能力 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可以通过 与他人合作 彼此同情协力 然后就能发挥出 超越极限的力量 但前提是 两人必须目标一致 所有青木挂到了电话 就遭到了她伙伴 质问 今天为什么要放掉 一个收集者 青木自然知道 对方在说的就是修一 那个时候的修一 还没有解除 和千寻的合体 所以被他们误认为 是只有一个人 青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表示 在自己没有忘记任务 只要有人阻止 自己收集金币 就要各杀无论 青年之间的事 是自己的私事 而千寻也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 也无奈 成根的自己伙伴 开始去森林寻找金币 可是眼看就要当过弟弟了 却有一个画着 骷髅标志的石头 挡住了去路 不想招着麻烦的他们 选择闹路 但是很快红爱着反应过来 因为他们闹的路 才是真正的陷阱 因为一般会闹路的 都是相对较落的人 虽然他们并不想承认自己多巧 但是当时回到路 确实是因为池内 那吸命的人怂恿 才会闹路 果然在他们的正上方 已经有人在等待他们 而现在最好的办法 自然就是 跑 但是一只对方阵营中 有一只很长的蜈蚣怪 羞爷和红爱的合体 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并且蜈蚣怪还抓到了 沙香做人质 只要有人赶不投降 就会像带自己的尸体一样 被当成了斩平 这一幕让其中的队员阳太 很是愤怒 一群人打不过 一只怪还打不过吗 很怪物公怪物 就被打拔在地 但是吸麻烦也随之而来 因为对方的老大 要来报仇了 所有人都不是老大的对手 老大特别好奇 羞爷和红爱之间的合体 就让他们在自己面前 进行合体解除 老大没有杀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只要臣服自己 就可以获命 并且如果替自己 收集到100枚金币 在得到毁灭星球能力后 自己可以满足 红爱他们任何要求 这个交易好像不亏 毕竟老大没有伤害到 队员的生命 可下一秒 他的另一个要求 就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因为老大 还是想提前途 无功报仇 虽然可以让红爱他们 活下来 但也必须得有一个人 出来牺牲自己 不给他们 继续反驳的机会 老大便带着手下 暂时离开 他们会给红爱他们 短暂的时间考虑 可是说的简单 到底退谁出去死呀 对我很快就因为这个问题 而陷入了矛盾之中 实际认为 死一个人 总比大家都死 来得好 他试图给队员洗脑 认为这个办法最好 但是全队的男人担当 梁太却拒绝有人牺牲 哪怕是贪生骂死的 池内都不可以死 不过没想到 红爱却赞同池内的说法 因为目前他们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和老大都抵抗 就在所有人都吃惊 红爱也会说出这种话时 没想到红爱下一句话 却让池内吓尿了裤子 既然你那么迫不及待地 赞同这个牺牲之法 想必你也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是吧 原来红爱是看不惯 但在池内这贪生怕死的性格 所以故意下降他和以 可事实上除了必须死一个人 他们所有人 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想了想去 这就是一个死局 可对外红爱却偷偷找到了 拥有可以种植植物能力的小用 然后给他一包夹猪头 这是拥有剧烈毒性的食物 修衣大概知道红爱要做什么了 可是这一不小心 可是会造成他人死亡 那么凶手算是谁呢 修衣知道红爱又要一个人 承担这份罪孽了 这次他破天荒的 没有阻止红爱再去杀人 这里的人要么是为人正直勇敢 要么是胆小怕失 要么就是善良淳朴 但卑鄙邪恶 这种心恶就得有人来做 红爱决定当这个恶人 老大他们那些人看似讲义气 但为了得到力量 其实这些人早已抛弃了原则 谁也不知道他们杀死了多少人 而老大当初就是无意中捡到一枚硬币 本来是社会底层的他 却摇身一变变成了团伙老大 其他人的身份也差不多是如此 他们都很幸福老大 可是这一次 修一却不愿意让红爱独自承担 之前他跟千群合体的事情 就让红爱耿耿于怀 他知道红爱内心难受 却迟迟没有说出来 这次的修一要陪着红爱 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陪着他 两个人的这一个拥抱 让之前的所有隔阂全部消失 但是这糟糕的事情才刚刚发生 因为他们的计划被池内发现了 但小怕失了池内因为喜欢千群 害怕这个计划会波及到自己和千群 于是立刻跑到老大那边告状 可是他千算万算 却忘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落队的时候跟队长杀香 签订过契约 谁敢透露秘密陷害队员 谁就会立刻死去 还有老大他们过于自打 完全低估了甲竹桃的毒性 导致修一他们在点难的甲竹桃后 开始逃跑 而老大他们却因为毒性发作 而行动失换 有人甚至失去了行动能力 而红爱没有透露一件事 那就是甲竹桃虽然是制裁老大他们的关键 但最关键的一步则是利用老大那重情重义的性格 队员实力有强有弱 甲竹桃肯定无法限制所有人行动 但是只要能够限制住大部分人 那么老大就不可能追来 他一定会留下来救自己的伙伴 果然如同红爱猜想的一样 他们的逃跑计划成功了 不过虽然大家活了下来 可是他们对红爱却产生了畏惧 这些人想要阻止他能获取100枚硬币 可是他们只是想而已 他们还没有杀过人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这个组合 好像在这片森林里太落小了 这个小队暂时解散 休准一下 红爱和修一又恢复到两个人的组合 而自从这次经历 休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他不再心乱 老大的手下来找休一不愁 被打败后 本以为休一不放过他 但是这一次休一就开枪傻人了 而休一这老大在那次行动死了 休一想要成为第一个凑起100枚硬币的人 但他却不知道 其实早就有人收集好了100枚硬币 那个人还是他的旧相识 他就是休一的旧相识海斗 红爱姐姐亲问为什么会喜欢休一 为什么一开始听到休一体内有女人声 就气愤地扭掉她的脖子 为什么休一会忘记她的存在 在青木找到金币组人外星人后 这些为什么也终于解开了 青木试图想要杀死外星人 以阻止人类为了获得金币而互相残杀 但是外星人就说已经开始了 没有办法呀 这句话能青木突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之前和休一还是伙伴的日子 原来外星人在降临地球的时候 犹豫太难不想去收集掉落的金币 好巧不巧遇到休一的朋友碎香 他给外星人提出了可以让人类帮忙 然后帮他们实现愿望为报仇 于是金币大战的始作俑者竟然就是这个女人 但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之后 还没有失去记忆的休一伙人 都发现了自己的好友爱子 好像变了一个人 并且碎香竟然完全消失 没有人适度去寻找她 唯独还都喜欢着碎香 所以他决定去找到碎香 大家都认为碎香父亲坐牢 所以即便找到的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还都不甘心 他想到爱子男友侄子说爱子变了 也想到自己看到爱子竟然做着碎香 常有的动作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海斗还是偷偷跟踪爱子 结果便跟来到了外星人这边 只想了找金币就能获取超能力的交易 也知道现在的爱子就是碎香变的 海斗无法接受碎香变成这样的人 他认为碎香是嫉妒爱子 才想要夺走爱子的生活 因为碎香喜欢侄子 所以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明明喜欢着碎香 但是却无法原谅他 所以海斗才能将碎香变成了爱子 给杀死了 可是糟糕的是 等杀人之后 迟此就找到了爱子的遗书 原来不是碎香夺走爱子的人生 是爱子因为无法再忍受校园霸凌而自杀 因为爱子是充满正义的女孩 可是因为插手别人的霸凌 而成了被霸凌的人 碎香之后爱子更守伙伴的欢迎 认为自己死去应该也没有人在乎 所以才抹除了自己而代替了爱子 再还不知道爱子是自杀了海斗 曾找到大家 解开爱子是假的这个秘密 可大家能就不为所动 这也是导致海斗暴走杀死假爱子的原因 但其实大伙都已经猜到了爱子自杀的原因 海斗想到大家死后对碎香的死活根本不在意 原来在乎碎香死活的都只有自己 他黑化了 所有人都该消失 从此之后 碎香就以灵魂的形式复活 然后每天找到和自己有关的人询问自己是谁 如果答错了 那么这个人就会死去 而海斗从此就每天跟碎香 待在外星人降临地球的地方 然后专门杀死夺走那些 想要靠近这个地方 收集金币的人 碎香能力虽然强大 但似乎只有跟他有千年的人才会被主动找上门 也就是说 除非失去的记忆变相 无法让他找到自己 而红爱压根就不能是碎香 虽然人一直都是安全的 但是修依爸妈和红爱的爸爸就不同了 姐姐倾木的能力显然是在海斗复活碎香后才获取的 他们意识到碎香海斗的行动想要阻止 没有及时封门父母的记忆 导致父母都被碎香杀死 这也才当红爱误会 是姐姐杀死父母想要报仇 而红爱也在第一次来到修依家后 看到他乱糟糟的场景 而发现修依的记忆出现问题 联想自己在修依记忆中的补习班找到变身后的玩偶 他知道修依和姐姐一定认识 修依的记忆因为红爱的原因而终于回想起一些 但还是有些模糊 之前修依团队的人决定将硬币 都交给红爱姐姐倾木他们 认为修依和红爱也不应该再去擦手 收集金币的事情 但是修依和红爱却过来阻止 在见到修依的样子后 这一次修依的记忆完全解封 担心碎香会顺着记忆恢复而找到修依 他着急的想要再一次封印修依的记忆 可是两人却打了起来 哦不对是三人 因为修依体内还有红爱 果然打了一会儿后 碎香竟然真的通过恢复的记忆找到了修依 应该修依可能会被碎香直接杀死 关键时刻 修依又一次成功封印了修依关于自己和碎香的记忆 记忆封印后 碎香停了下来 然后又回到海斗身边继续等待 寻找金币的人来 之后 记忆却是修依能就决定要收集100枚金币 而清末他们的小队则是要打败海斗 三伙人骂最终将会聚在一起打一场 但这就不是目前动画可以看得到了 因为第一步到这里就完结洒话了 其实大结局有一些剧情并不是原创的内容 但是少年有去看了一些原作 倒是可以连在一起讲述后续 看到最后一集才发现 按照这样的设定来说 拦主修依根本就不算是主角 这能得到戏份最多而后多的主角光环 在这13集就是为了不死而异 作战能力在其他两伙人中 简直是落到不行 但也跟记忆被封存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完全想不起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 而这也说明 虽然修依和红爱两人之一对的 可是 他们在长期合体下 根本没有完全同心过 否则修依的真正能力可是只要心意相通 就能获得超越极限的力量 变成全新的怪物形态 难怪之前和修依合体变成过一次心形态的谦虚 说红爱和修依不是一对 但一想好像就是很合力的 最后说一件可能挺多人知道 但也可能挺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这部动画为了过时 真的是累坏的 披足舒服 因为本来有很多画面 是带有颜色的 结果为了保证绿色健康小清新 主角的友情穿上了新衣服 开心 并且这披上的衣服还毫无违和感可言 所以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看的是三件版呢 我是少年 你问迷恋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